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果我们的高龄者 你的那个推药性戏关节炎很严重的话 需要动手术的话 那我们的家属也真的需要帮忙我们的长辈 协助他们 说出他们心里头的担忧跟害怕 那曾经有长辈告诉过我 老师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阿公看他的邻居 七十几岁的阿公 他看到他的邻居动了手术他都失败了 所以呢他其实他是很担心他要动手术的 可是他又不敢说 那你知道吗 你在那个诊间里头 你常常看到很多都是那个家属带着长辈来就医的 那家属呢常常就跟那个医生讲说 哎呀医生你不要听他的了 他讲的都不对了 那你就帮他动手术就对了了 然后呢你知道吗 我爸爸就是害怕动手术了 像这样子的话呢 更会让那个爷爷啦或是奶奶啦 他更会很害怕不敢说出他心里真正的想法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让 就是说应该要鼓励那个我们的长辈能够说出他心里面真的担心的地方 你可以你可以跟他讨讨论说那为什么他需要开刀 那可不可以不要开刀那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治疗的方法 这些都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的长辈好好地沟通的 然后呢其实有时候长辈他也会担心 那我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甚至于我都已经九十岁了 那我年纪这么大 可以开刀吗 那我开刀会不会有很多的风险呢 其实啊不管年纪多大都是可以开刀的 可是只是说其实我们医生在动手术之前的话 他都会做很多的常规的检查跟评估 他如果发现长辈有异常的现象 或不适合开刀的话 他都会要求先改善长辈这些异常的现象 或身体其他的疾病才会动手术的 所以你应该可以安慰我们的长辈 让他不要这样子的担心呢 而且很多长辈他甚至会认为说 那我可不可以动手术之前我可以麻醉吗 那人家说麻醉都会让我们腰酸背痛耶 其实我们长辈有很多传统的 或者是已经很固着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他看着他的左右邻居啊 他的朋友啊手术失败啊 或者是说他真的是很担心 他万一不开刀才好啊还好 那我开了刀以后呢 结果更糟糕要躺在床上 然后不能动又要靠别人帮忙 他更是担心而不敢开刀啊 那所以呢家属其实是要鼓励我们的长辈 把他心里头的担心讲出来 这样子也是有助于他去接受手术 这样他的膝盖也才能够获得最好的治疗 除了鼓励我们的高龄者说出他心里头的担忧以外呢 此外你也必须要那个协助我们的高龄者 主动去告诉医生说这是高龄者过去的离病的病史 例如那我们的高龄者过去有没有罹患高血压 糖尿病或者是肝肾的疾病 或者是风湿性的免疫性的疾病 因为如果他那个高龄者他要罹患高血压的时候呢 他动手术的时候会很容易导致中风的 那如果他有罹患糖尿病的话 他的血糖太高的话 那病患的他的伤口也不容易愈合 那如果说他有肝肾的疾病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麻醉药 其实含止痛消炎的药 他都必须要从我们的肝脏跟肾脏去做代谢的 所以如果他有肝肾的疾病 他要打麻醉药的话会增加肝肾疾病的负担 那如果患者他有罹患风湿性的一个疾病的话 有时候他常常会要需要服用那个类固醇的药 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抵抗力 那他手术也会容易造成感染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告诉我们的医生说 那我们的长辈过去他的治疗的历史 他有没有打过玻尿酸呢 或者有没有接受其他关节的手术 而且也要告诉医生说 我们的长辈现在有没有吃些什么样子的药 他例如他有没有吃一些抗凝血的药 因为抗凝血的药的话会让我们的手术就不能止血 因为抗凝血的药会让血小板没有办法作用 这样子的话也会增加他手术的风险 所以我们在动手术之前 我们就必须要协助我们的高龄者 主动告诉医生说 他过去的病史啊 然后过去的治疗的历史啊 还有目前所吃的药物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的手术 可以成功的完成 你会帮助我们的长辈 不然上次看了 我给你加很多 又开了给你吃 这样几个月来 你觉得怎么样 嗯...也是在痛哩 这样哩 也是又痛得这样 你跟我跟我都做了 有照片跟我做吗 有喔 有运动 减分 对 对 之前也是怎么痛 也是靠早起来 到边上下来 这样按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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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说喔 你这个脖子的脖子 已经第四季了 蛤?第四季喔 你感觉什么叫第四季 知道耶 第四季就是 你上面的骨头 骨头 里面本来有一个软骨头 这软骨头已经摸到 都没去 所以你骨头 对骨头 稍微叮咚到 它就疼 对对对 疼到这样 所以说 如果这样 都没去 都没了 其实又有没有 要开桌 要开桌喔 不然你就 你如果没有开桌 你就疼不好 其实我们希望说 大家都 你也怕开桌 我也怕开桌 玛丽也怕开桌 有什么人不怕开桌 大家都怕开桌 但是就是说 因为 我们可以处理 保佣 什么其他 都处理过了 已经第四季了 如果真的 听得这么厉害 有六个月 越来越厉重 生活品质不好 对啊 对啊 然后就是 也是要靠 要开桌 先生啊 我分期副冠 好吗 我不要开桌 我吃柚子就好了 我上面就开了 你吃 不然这次 你煮啥就好了 你煮啥 我也煮啥 煮大堂 煮大堂 对我们脖子是不好的 好 要开桌 对啊 如果你的脖子有这么厉重 已经都第四季了 我们有做过 改做的都有做了 因为你以前也是少年做太多 对 又苦补 又攀檔 如果没法做 其实 如果真的要让政策较高 就是要露一招 就是开桌 开桌 开桌 对 我们年少年那些 不可以啊 交通也不方便 你哪里有 开桌 他不开桌 他不开桌 不可以说话 对 玛利亚可以给你照顾 当然开桌 不是开桌了 开桌而已 不知道开桌而已 开桌而已 很重要 也需要玛利亚给你照顾 玛利亚 玛利亚 阿玛先生 我还会问我情谋 当然没问题 你可以常客在家里 但是开桌 大家都会烦热嘛 这两个月 开桌不知道怎么办 我这么多月 对啊 开桌这部分 来说大部分 没问题 应该会改善你的脚头的症状 当然 要如何检查 要检查 心中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有问题 没有什么其他都要检查一下 如果其他 我们北来的功能 如果都很好 这样我们要开桌 就更方便 你如果说没有什么其他万象 没问题 其实 我们开桌子 你如果说有必要 其实开桌 是开桌 不开 不必要是不要开 但是看你这个严重的程度 是这样 有时候真的要让你脚头 不太痛 还可以走 要可以去队 其实 如果没办法 就是我们要开桌这步 你当然 你可以到你参加 学生的众影 大家参加一下 也不是开桌 开桌了 要去福建 也要把你祷告 三个月 六个月 慢慢来 我相信 我们才可以 让你不太疼 看完这个小单元以后 陈老师要来出题目 看你还记得有多少 第一题 医师会依据专业的考量 来决定病人 需要施行人工关节 致患手术 不需要考虑病人的看法 或者担心 对 还是错 第二题 手术前应该主动告诉医生过去的疾病 例如高血压 糖尿病 肝肾的疾病 或风湿性免疫的疾病等 对 还是错 咱 词